你们知道吗 全世界每十个家庭 就有一个是胎记家庭 但是像我这样 胎记长在脸上的概率 又是极低的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这么幸运 为上帝选中 可是每天照镜子 看着这么大的胎记在脸上 我真的笑不出来 我担心这种病会遗传 我假装很坚强 但有时又会很纠结 我不喜欢别人 用怜悯的眼光看我 因为我自己挺开心的呀 我始终相信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 与其抱怨 还不如学着 好好地爱自己 而且正是因为我的胎记 我才有了小我十岁的弟弟 他聪明 善良又帅气 人见人爱 可是现在 我真的无法忍受他了 他居然把全部的精力 都用在了 在解决我的终身大事上 我受够他了 相亲 你知道 你知道你解我 靠自己的能力走到今天 我马上就升职了 我学核心机房 从来都不用刷卡 刷脸呢 可是核心机房 没有男朋友 不去也得去 咱们钱都交了 人家可说了不让退 不退啊 怪我喽 交的是你的钱 你又拿我的钱 我干正事 你知不知道 这次人家马上要组织一个 都是全球精英人士的 相亲见面会 全球 那范围可大了 全球 全球 让人家知道我相亲 我就已经很丢人了 然后我要去什么 全球相亲大会 丢出亚洲丢上世界了都 你这张脸 我给你画一下妆 保证盖的一干二净 本来相亲我就不喜欢去 还让我化了妆去相亲 那不是骗人吗 骗人可以 为什么要骗自己呢 这 这怎么能算骗人呢 怎么不是骗人呢 你都马上要做手术了 咱们只不过是先使用化妆术 来展现一下最后的手术成果罢了 怎么样医生 能治吗 他这个通过整形手术就能修复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行 行 来 来 来 画 我 我叫常青 麻省理工 双数学位 在国外漂了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回祖国 为互联网事业做些贡献了 但是 我这妈咪逼着我放弃我的梦想 她要我给她生孙子传宗接代 我就这么说吧 绝无可能 这么大阵仗 快追 你这电话打得太晚了 我本来有一个帅气的厨厂 现在全都搞砸了 现在全都搞砸了 你在什么地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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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国了呢 你妈那能耐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不知道你回来才奇怪的 我低估她了 好 说回来 零零七 你打算一直这么撅着不难受啊 你以为我想在这看天啊 车门不打开我怎么撞过来 行 你就这么撅着吧 挺帅的 属于宝 那约剑那事啊 你想好了没啊 这都多长时间了 我知道 但我姐倔得跟头驴似的 我有什么办法 对付你姐呀 只能智取 你不能强攻 我这几天一直琢磨这事呢 什么 这能行吗 我姐可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被摆平得了的 就算真的违逼利诱 上车 我也得想有个好点的借口吧 你找借口 你能想得出来吗 这事啊 不能再拖了 要我说最保险的方法 我们就是给他 制造一个借口 有点道理 那我试试 老万 我 我的鱼 先生您好 您的冯卡 谢谢 不客气 慢走 搬好了 少爷 你觉得 这儿安全吗 战时安全吗 暂时安全 就我妈还是会找到这儿是吧 那说不准 你姑妈的能力 保不齐没两天就找到这儿 住一天是一天吧 想不想永远安全 我给你织一招 什么 相亲 怎么不行 姑妈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呀 你的忠实那是 只要你答应去相亲 她就不会看你那么紧了 对不对 是不是我妈让你这个大律师 来游说我呢 我只是很客观地告诉你 现在的形势 怎么决定 有你大主意 麻烦你带个话 告诉他 我同意相亲 但是我绝不跟他住在一起 我还自己住在外面 另外 麻烦你帮我拿下行李 我那里边有很多重要文件 你要疯了 我去接你飞机 花钱给你住酒店 我再帮你拿行李 也当我抛腿的 让我回家 那不是洋路糊口吗 我要睡会儿 我去 夫人 少爷大意去相亲了 好 让他相问亲 赶快给我回家 苏表少爷说 少爷找了份工作 暂时住在外面 不想回来 那就再把他给我抓回来 不是你们那么多人去抓他 怎么还能让他跑了 这不是担心伤到少爷吗 不用担心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夫人 您千万别这么说 不吉利 我觉得既然少爷同意去相亲 是不是不要逼得太紧了 不然 以少爷的性子 好吧 先派人哪 去不叮嘱他 是 夫人 新鲜出炉的一米红豆粥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我 八宝粥 太好吃了 好吃就好 你啊 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呢 也可以趁早坦白 我可以原谅你 看在美食的份上 这儿准备 其实是什么 决定的 我可以接着 我会在我 我还要把我 出发的 你也不想到 我会在这儿 你也想到 我会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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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文字需要我去签署 我哪有时间跟你去什么相亲会啊 张晓大 痴人嘴软啊 我走了 我去换衣服上班了 行 你不去就不去呗 不过我可以向咱们亲爱的老妈 如实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我相信她的老文家 肯定会调集起所有的积极性 重新担当红娘这个工作 到时候啊 七大姑 八大姨 一切认识的 不认识的 老死不相往来的远亲近邻 全都会过来 为你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想想都觉得可怕 这个粥啊 红豆发得非常的好 不要没 算你狠 你不要夸我 我会骄傲的 你 你又来 你 不会把你推的 你到底去不去啊 我去还不行嘛 你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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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张总 你谁呀 我叫冯玲玲 是您的实习助理 我的实习助理 张总 您来上班 太晚了 许总最多还能再等您十分钟 张总 张总 您的文件夹 张总早 张总早 张总 我跟你说 张总 这儿 会议室在这儿 这装水 测纸 测纸 这才是我 那这 各位找着你啊 戴宽 劈下来了 劈了 明天就能全部搞定 阿宽签字了吗 签了 都在这儿 这是我们给大干一场的 来 来 来 老黄 你就不能帮我泡杯茶吗 老黄 您也就不能帮我泡杯茶吗 买茶叶不得花钱吗 既然是 矿泡水暂住的 省点事点吧 不是 这都几点了 今天还说给他升职 这是还有没有点时间管念 这么多人在等着 这些老臣子 你说你 不见过了 不好意思 这这几点了 我 我来晚了 这不是升职嘛 高兴 因为点私人原因我迟到了 但是我保证下次再也不会来 对不起 对不起 见到谁啊你啊 迟到了 对不起 这就是我最近常跟诸位提起的 常兴贤 怎么会是他 这不是刚才在相亲舞会上 跟我跳舞那个变态吗 天哪 真是个随神 阴魂不散哪 吕小薇 都怨你 相亲不说 还非得让我化妆去相亲 这回完了爸 露馅了 要是让他认出我来 那不是全公司都知道 我去相亲了吗 不行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认出我来 二零四六 刚跳完舞 转身就能在这碰见 缘分 这么巧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你要这样的眼神看我 不对 二零四六年上没这头过剑啊 经过董事会的讨论 决定由 瞧你呢 认真点行不行 决定由张晓岚来出任 全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 副总裁 谢谢大家 谢谢徐总 第二件呢 是缅除李永坤 技术部技术总监的职务 改任副总监 由长青来出任技术部的 技术总监 谢谢 长青啊 技术部就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的到来 能给技术部带来个春天 另外就是期待你 尽快带领全盛 在网络技术领域 追赶国际水平 我们拭目以待 好 你好 内容部张晓岚 你好 恭喜你啊 好 张总结 谢谢 张总啊 办公室呢 我给你安排好了 以后有需要我们 行政部效劳的 尽管开口 谢谢 您的办公室在前面 左转就是 你先忙着 黄总 张总头上 它是烫的吗 天生的 开机 可惜了 挺漂亮的姑娘 反正吧 架是架不出去了 她就把精力啊 全用在工作上了 变成一个工作框 反正你小心点就行了 咱们全身能有今天 阿坤真的是功不可没 好 咱们全身能有今天 就 你说 你说咱们自制节目 刚刚成立的时候 她天天跟着咱们在一块加班 从来就没有过二话 是 她是犯了一些错误 她不够完美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 你能犯错误我能犯错误 阿坤为什么就不能犯错误呢 你堵着耳朵我也得说 你别以为你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要看阿坤了 你不是要降他的职吗 我问你 咱们全身的技术水平 跟国际水阵比 能查出手 我谢谢你啊 你太客气了 阿坤很优秀 但是不够强 冠军被网络直播 是个最要命的案子 临阵换将 我也是情非所愿 迫不得已 你以为阿坤 跟咱们创业那段日子 受得苦流的汗 遭着罪我真忘了吗 一幕一幕都在我脑子里的 我当时没想给他开薪水 他自己送外卖 养回家老小一样跟着我 我能忘吗 但是问题现在是 全盛要上市 要做大做强 有些事情必须得办 只有全盛做大做强了 咱们这些人 才有好果子吃 有好日子过 你懂吗 不懂 我只知道 没有阿坤这些人陪着我们 全盛没有今天 谈什么做大做强啊 这有意思 你回来 小娜 小娜 怎么了你 就那学老鬼 你小点声才能听见 就是学老鬼 学老鬼 死我了 你今天相亲怎么样啊 你没跟别人说吧 我是那种八卦的人嘛 你不是吗 你找我出了八卦 没有别的正事吗 正事还是有的 那个谁 阿坤 不是 不是 老黄 他去世了 不是 不是 你跟我去吧 你去了就知道了 快走快走 他为什么还没有去 没 行呢 以后啊 就在这儿办公 老黄 老黄 这儿是不是离内容不太远了 跟我换回去好吧 我每天啊 这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你啊 现在是副总裁了 你就得在这儿办公 你这 离着老徐近呢 你不问问 我还想挨你近呢 我边上有个小仓库 要不你去那办公啊 行 我走了啊 你给我换回去行不行 这 这 这太远了 真的太远了 真的换不了 你以前那个办公室啊 被那个技术部长青给用了 你这太逗了 我这儿离技术部很近 你让长青到这儿来办公 我回到原来的办公室 这样各就各位不是很好吗 要不我这会儿你来 你自己去协调 如果他想跟你换呢 我是没问题 我去找长青啊 对 你什么意思啊 常总监 这连改三次代码 就要了我们的命 你还要改五次 五次很多吗 三次就要了你的命了 那你的命也太脆弱了 我告诉你 我改过五十次 我活得很好 好好好 你改五十次是你厉害 你是硅谷的人才 可我们不一样 辛辛苦苦写代码 好 好 好 一切都是借口 我不需要借口 这个工作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可以把它做好 你就留意了 如果你做不好 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就离开 就这么简单 你这么说话太不尊重人了 我要你道歉 看我 需要我的道歉吗 必须道歉 好 那你们就做出 让我尊重的事情 草莓味的 你的最爱 其实你也不用太生气 你说你现在升职了 大家伙都替你高兴 那黄启阳当然火大了 给你找这么一个地儿 摆明了就是给你穿小鞋的 过两天肯定得给你换回来 只能这样了 等他欺负我 我再去欺负辛莱的 那咱们公司成什么地方了 不过话说回来 技术部辛莱的那个总监常青 还挺帅的 帅吗 大高个 白 小卷毛 腿还挺长的 娜姐 我刚刚接到通知 之前跟阿坤订好了 带困升级 被否了 谁否的 新来的技术总监 常青 我爸 好帅 长腿 眯眯眼 根本就是根儿痒 好吗 痴痒丑 丑人多做怪 你看我怎么适合 太远了 这一顿 不是 贱啦 不是 我做了 那仔细ẩn的 其实还是医病 咱们俩我 真是第一个骂 我现在可以 注意一下 你又回来 你们你们 怎么了 不敢看我 觉得我的胎记很可怕 我只是不想让你在意 在意什么 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为什么要在意你的眼光 你是我什么人 我是善意的 不必了 你这样施舍出来的善意 让我觉得你很虚伪 我尽力了 有什么事要说 我暴批升级宽带流量 你给否了 是 理由 我调查过 你们点击率最高的节目 不过是三千万 我给了你们四千万 足够了 这个流量是我们反复调查 经过估算出来的 它不是凭空想象的 那是你们的估算 技术部门估算 四千万足够了 多余就是浪费 浪费 你知道这次直播 公司有多重视吗 当然 出了问题谁负责 如果是技术部门出的问题 当然是由我来负责的 你 我 开玩笑呢 直播过程中流量爆了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 我们打个赌好吗 好 赌人了 随便怎么样 随便怎么样 如果我输了 我任由你处置 你以为我根本就不会输 估计 我真的是不明白 你哪儿来的自信 你凭什么认为你一定会赢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输 是吗 那行 我给你好好赌一把 赌一把大的怎么样 多大 这么大 赌这间办公室的使用权 那我不帮你赌 你看 还是心虚吧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要 这个办公室 真的吗 旺办公室我应该找谁 黄岐阳 谢谢 喜欢 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着一双 女人的高跟鞋 我喜欢 你是个变态吗 惊喜 没想到吧 你好像对这双鞋很感兴趣 我 带一双别人的鞋 别闹了 别忘了找黄岐阳换办公室 李晓伟 李晓伟 姐 你干吗呀 怎么干吗呀 那要打死我 我就是要弄死你啊 你不认得到我睡觉好不好 你们干点正经事 干点正经事 我饭都做好了 你这去吃不就好了 我不想吃饭 因为我已经被你气饱了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让我去相亲 说是些什么人啊 我还遇到一个变态 变态 喂 相亲公司吗 我是9527 我想见2046 怎么见到 需要你们想办法 找你们最好的红奖过来 找你们最好的红奖过来 所以你是说有个变态请你跳舞 然后最后还拿走了你的水晶鞋 是的 我信你才怪 你知不知道那双鞋是我好不容易才托人从国外代购回来的 五千多块钱你就这样弄丢了 五千多块人民币 你才是败家子呢 那怎么办呀 看在变态手里我要不回来啊 拿不回来也得拿回来 五千多块钱 我的天啊 别吃这个 过期了 你对我好一点好不好 不要让我再去相亲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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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亲必须得去 钱都交了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之弟弟 这个问题吧 虽然我跟咱老妈的信 但是从血缘关系上来说 是的 那你还逼我 就像这一样 927 坐吧 哈喽 所以我介绍一下 我是相亲网站的金牌红娘 我叫陆一包 也可以叫我简称LB 还有中文名字包陆一 因为我是六一生的 双子座 见到你好高兴呢 赶快去简称LB吧 常先生 您的要求我们知道了 我为你想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升级为至尊VIP 我们对至尊VIP有特殊的政策 我们得不到手 绝不罢休 而且申请完至尊VIP的人 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您可以看一看 你们怎么能证明 你们的能力呢 开玩笑吗 我们网站 是全国最大的 开放式交友平台 我们认认真真地 让每一对情侣牵手 每天有上千对 加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呢 连我们不信任 你还能信任谁呀 你是打算刷卡 交现金 还是微信转账呢 我带了扑斯基 可以知觉 听我说 漂亮话我就不听了 这样 如果你们能帮我把二零四六 约了六次 我就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 六次啊 六次 如果你们做到了 我就会升级为你们的VIP 但如果你们做不到 我就让你们退款 另外我还会起诉你们 合同不符 好害怕啊 你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 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说到做到 等你好消息 大庭馆众都说都叫 把我咖啡前请 我那咖啡算他身上 你说什么啊 有个有钱痴行的大帅哥要追求我姐 不会是骗子吧 怎么可能 你不是来过我们公司吗 你不是见过我录一包吗 录一包像骗子吗 我不是说你 你不是见过我录一包吗 我是说那个 大海归啊 人家可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海归 家世人品才华 条件都很好 而且年龄也相仿 就她这条件长相 我跟你说 那肯定是年少春山薄 骑马一些桥 满楼胡锈钊啊 我知道 可是现在问题是 是我姐她根本就不愿意去相亲 更别说什么约会见面了 我知道你是你们公司业务排名第一 我肯定也不想找你招牌啊 是啊 这样吧 约见的事 你懂我的消息 我晚点再联系你 行吗 好吧 那就这么定了 拜 摸摸哒 哎 妹妹 你是单身吗 是啊 你听说过相亲网吗 听说过 哎 你别怕啊 我可不是想泡你 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网站吧 我们啊 专制这种单身女青年 姐 今天有个相亲安排 我替你答应了 等一下帮我去给你化妆 吕小维 算你狠 张总 我晚上有约会 他哥们给你给我 我长得有约会 我只要走 还是出现的 我的天啊 对 我去下车 你不是买卦吗 你不得了 你可能不认识 虽然香港人 你不得了 我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 Ultimo 你不得了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提出来 你别急 你觉得这样好吗 你觉得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工作 没有太大的必要 我们可以 我回去把它全部完成 回来以后你看 有什么要修改的必要 好 这个你还要看吗 我看 好 走了啊 拜拜 姐 我催你多久了 你还加班 走走走来不及了 阿里啥 干什么呀 姐 快过来 那我给你画个美美的妆 我去画个妆 你画什么妆啊 我不想画妆 我不想妆 坐着 闭嘴 真 张总 谁啊 你在呢 那锁人门啊 张总 什么事儿 你手机在我这儿呢 你要吗 我手机 我在换衣服 不方便开门 你等会儿 给我 好的 谢谢啊 有一个电话找你 知道了 我的电话 在碟子 suits你 告诉我 你本身体也在你 国家里的 统一锅 有一个我 那其实是什么 有一个人 提醒你 我 看到你 你 我的天哪 凸显我演技的时候来了 是你 不是啊 我们下午还 下午 下午的头发 也不是你给我做的呀 张勇娜 撒谎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出来的谎话 连你自己都信了 比如说我认为我的皮肤很好 好 坐 好 我想送给你一份礼物 这不是一只鞋吗 你说得太对了 它肯定不是一部电话 所以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想请问这是你的鞋吗 我想告诉你这只鞋 从天而降砸到了我的车上 让我的车撞坏了那个猪皮子雕像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天穿这只鞋的人就是你 二零四六 我的鞋 我想跟你聊一聊关于赔偿的事情 要多少钱 不不不不 我对这个猪鼻子的雕塑家 也做过同样的动作 但是我被他拒绝了 二零四六小姐 这件事情我需要一个说法 你到底是谁呀 你处心积虑地约我出来要做什么 我很忙啊 我还有时差呢 就算这是鞋 它是我的 我怎么能肯定 我丢了它之后 它去了哪儿 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你的手里呢 待我 跟你娓娓道来 追求我 这个白色的东西叫车我的 那天就是在这儿撞到了雕像 我留意了一下 你离开会场的时间 是两点五十分左右 那么我走的时候 是两点五十二分 这条路是单行线 没有红绿灯 没有任何的岔道口 限速四十公里 你以最大的限度开到这里 只需要六分钟 和我在这儿的时间差不多 然后呢 接下来一个鞋 就掉到了我的车上 然后我的车就撞到了雕像 撞车的时候我留意了一下 我车上的时间是三点钟 也就是说这双鞋 是在三点钟之前 砸在了我的车上 开到这里的时候 是两点五十八分 因为我严格着 按着四十公里的速度 开到这里 那么你两点五十分 离开地下停车场 如果你没有收到罚单的话 限速在四十公里的情况下 开到这里 应该是两点五十六分 在这段时间里 如果这双鞋 不是从你的车上掉下来 那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你是个警察吗 不是 只是一个技术员 我很佩服你的缜密 但是似乎我的鞋在空中 飞了有两个分钟 我承认 逻辑上 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漏 但我告诉你的 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差 如果我要调这条 马路的监控录像 和地下停车场的监控录像 是要通过警方的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你就承认 姑且承认吧 姑且 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先生 好 我需要你请我吃饭 女士 是 就这么简单吗 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你要整整请我吃六顿饭 凭什么 你让我被那个艺术家 在这儿玩了六个小时 我活了六个小时的 这计那计所有计 我的要求过分吗 那这顿算吗 听你的 进去吧 你像一只火鸡一样的丑 疯的原因自然现象 谢谢 别客气 我们走走吧 嗯 正有呢 我就 你干什么 放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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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不用担心啊 别害怕 我先冲我 你喜欢 你 能意 你 我 我